关心股市走向 随着通货膨胀率上升 债息收债下降 美国股市也应声下跌 其中道琼斯工业指数 创下了半个月以来的新低 下跌了378点 报41763点 另外标普500指数同样收跌108点 跌幅为1.87% 报5705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收跌512点 或2.76% 收报18,095点 科技股方面 苹果公司第四 财季收入增长6.1%到949亿美元 符合市场预期 但是中国市场销售依然低迷 苹果股价也因此一度下跌将近2% 闭市时收报225.91元 谷歌母公司Alphabet收市报171.11元 下跌1.92个百分点 脸书母公司Meta收市报567.58元 下挫4.09% 下跌的其他科技股还包括英伟达和微软 分别下挫4.71%和6.05% 下山下市场销售